很奇怪 好像夢遊一樣 整個過程 你被人騙了 傻仔 我被人騙 我這麼冷靜 怎麼會被人騙 我那一刻真的覺得很頭痛 我就對著牆壁一頭撼下去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中拿了腹》 今集我們就非常凝重 據聞他一個小時內被人騙了七萬元 所以我這一刻就不行了 我一定要找他上來拍片 歡迎這位虎主 雖然你很不開心 但我都會歡迎你 大家好 我是這位虎主 我想問這件事發生在何時 四天之前 是在同一天之內發生的 就是一天而已 就是一天就發生了所有事情 是的 是的 一個多小時發生了所有事情 一開始你是怎樣接觸到這個人 當時下午五點多 是星期日來的 通常放假在家裡睡覺 睡到朦朦朦朦朦 聽到有個電話打給我 那個人自稱 一間日本公司的職員打給你 你記不記得四年之前 有沒有玩過交友Apps 認識了一個女生 我想問 喂 屌 四年前我認識很多女生 我當然問他 我不知道你說誰 他就說 那女生在日本自殺死 我突然說 喂 不是吧 我沒有搞過她 我甚麼都沒有做過 她死不關我的事 這些都是我自己的想法 他就一開始態度很緊張 很緊急 就說 打了給你很多次 一直都找不到你 終於找到你了 那些事情說得很快很急 被他帶進他的節奏 我想問他打給你的時候 他有沒有說到你的個人資料 或者叫到你的名字 叫我英文名字 叫你英文名字 是的 很普遍的朋友會叫我那些名字 所以你真的覺得你可能是認識這個人 是的 好像很熟悉那種感覺 跟你聊天聊到 但你有沒有想起 他為甚麼會知道你的名字 你有沒有想起 有甚麼可能洩露了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太忙了 那時候 那時候是你星期日 還是四年前 四年前那時候已經露了太多次了 因為太多女 可能太多女 知道我的名字也不定 OK 她就說 那個女孩是她那間公司的職員 她就是她的管理員之類 她負責這件事 然後就牽涉了 有些法庭 日本警方 又說她公司處理得不好 要被人罰了百多萬 我就覺得 喂 你罰百多萬 那我能試嗎 又不是罰我 然後她跟我說 最後那女孩寫的受益人是你 所以如果你不和我一起搞定她 你也有機會受到這個法律責任 那好吧 我配合你 她有跟我說過 玩甚麼APP知識 那女孩叫甚麼名字 但這麼多女孩真的不記得 她有跟你說那女孩叫甚麼名字 但你是完全不記得那女孩 沒有印象 她有沒有給你看過那女孩的照片 我沒有問到她 你有沒有試試回到家裡找找 有沒有可能哪女孩是這個名字 我就問她 我跟她是用甚麼溝通的 她說用WhatsApp 那我那一刻 當然就馬上去WhatsApp 有時可能有點刺激了 或者甚麼都要不斷找 加上跟你一直聊電話 所以都挺忙 很多事要做 對 很多事要做 被騙的時候也有很多事要看 我這樣聽起來 我有點想會不會 很多年前玩交友APP時認識的女孩 然後可能拿了你少少資料 然後可能現在去做紮辯 哇 有沒有可能 她可以知道你真的有玩交友APP 又知道你叫甚麼名字 又有你的電話號碼 都可能有吧 我不知道 那一刻都沒有甚麼可以為意 她始終不是直接問你拿錢 不是說要你去哪裏去哪裏 幫她做甚麼 你不會有這些那麼強的戒備心 她第一步是叫你做甚麼 處理了一些身後事 骨灰和遺物 還有在日本 她寫了你的名字 那個受益人是你 我不知道你跟她甚麼關係 不知道為甚麼她會那麼相信你 她在日本沒有人沒有物 沒有親戚沒有朋友 就是寫你做受益人 我不知道你跟她說甚麼 令她那麼相信你 那可能你這個人真的特別好 特別好談 我當下當然是相信 因為你覺得自己真的特別好 那我也覺得的 問我拿個地址 介不介意把骨灰和遺物 寄給你處理 我當然是說不要 我這麼大個兒子都沒有處理過這些事 無緣無故有骨灰說放在你家 我怎麼放啊 你記不記得別人叫甚麼名字 但她的骨灰要放在你家 那你怎樣跟她說 我當然要說沒有 我說不要啦 不是那麼方便 她就說 那如果是這麼說的話 我找社工幫忙處理好嗎 她又說得出社工 應該是 我想問她是說甚麼話的 純正的廣東話 是陀地 最精彩的部份 就是她問我拿銀行戶口 還有拿個全名 準備要將她的不遺產 轉帳給我 我打算你過數給我 那就可以啦 沒事啦 真的 馬上搞定她 我收錢睡覺吧 她都跟我說 你拿筆錢 就希望你以那個女生的名義 去任何一間機構捐進去 作為一個慈善用途 我當然會這樣做 我不是貪你那些錢 我有問過她的 大概是甚麼數字 她說一個月薪水 可能三萬多元港拜 所以你就不做不義之徒 對啦 三萬多元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三十多元 可能我都忍不住舔了 我心裡想 別人都死了 你沒理由還拿到她的錢 想幫助死者 也想幫助那個騙徒 我一開始不知道她是騙徒 當然 那你給了她的銀行戶口 對 然後她下一步呢 她下一步 轉帳給你 有圖的 有單的 銀行戶口是你的號碼 那你的銀行戶口有沒有錢 那時候 沒有 日本人用轉帳筷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一間日本的公司轉帳筷給你 當下真的沒有留意 看到別人入帳 你就是看看 多少錢 什麼號碼 是不是自己的名字 然後自己開銀行看 有帳了沒有 那我還沒有 就是這樣 我想說 她雖然是轉帳筷 但是OK 是日文的 因為她是日文 再加上她的金額都是 日文 對 日文 好像挺合理的 你要計算 計回率 對 要計算 當下你是沒有時間計算 很忙 是 很多工作 首先她跟我說到這麼大件事 她不想讓第三個人知道 她跟我說 這件事我們有保密協議 你身邊有沒有人 不要開抗音 戴耳機 如果讓任何一個人知道 大家都很麻煩 當時我女朋友都在家 她都忍忍若若覺得 我說的東西 不是很對勁 想嘗試問我 叫我修善 類似的 但是我聽到這件事 這麼大件事 我怎麼會理她 我只是想 馬上搞定她 處理好她 不想被人騷擾 煩到我 所以當時我真的沒有理她 沒有理我女朋友 然後她傳完這張圖給你 即她過完數給你 之後她下一步是做甚麼 下一步就是 她跟我說 你要先給我們手續費 因為她現在的數字卡住在這裡 過不了 手續費 連同大數一次過給你 不是說多的 1,500元港幣 你會覺得 好吧 我搞定了 我幫你拿三萬元出來 OK 捐了就行了 好吧 其實你一個錢一直過 怎樣一直過呢 首先你過了1,500元給她 過了1,500元 她就跟你說 咦 對了 你這個銀行 是否沒有外幣 我們轉一些日圓給你 你收不到 你要去開通 做這個激活外幣交易才行 那我就怎樣開通 問她 很簡單 你只要把大數的15% 還是20% 你發的那條數給我 可能一萬多元 那就可以開通 她還特意給你 所謂的信息 就是她自己 不知道哪裡複製貼照 這樣發給你 當下 你想不到那麼多東西 你就先過了給她 一開始都是幾千元 幾千元 這樣過的 整件事都 不是說 覺得好像很大件事 因為你自己還有錢 還沒被人騙了 你要被人騙了才覺得夠 你真的不知道 那一刻的狀態 你覺得 你入給她的這個數字 不是錢 剛才我聽你說 你整個人都很忙 然後她又不斷跟你說話 你完全沒有時間思考 她究竟是會不斷地 在這個期間 同時要你做很多東西 同步 包括些什麼 她一直WhatsApp你 然後你就一路跟她談 我又一直在不斷 找回四年前 看看是哪一條女兒談過 當下你想證實 她又叫你過錢 她又給你轉數快的號碼 即是不斷把電話 按完這一板 又按她那一板 沒什麼時間想 還有她說一些東西 是很急速很快 很緊張 好像一宗工程趕工 你快點搞定 我的時間都不多 我七點又要開會 不斷催你做事 總之忙過你上班 其實我有點明白 當她說這件事 我就想起 我經理人不斷地發訊息給我 叫我做事的時候 我就明白你那種 為什麼你的腦袋 是沒有時間思考 因為同時間很多訊息 都會這樣進來 例如我正在做FUNNAIL的時候 她又跟我說 叫我這個Jub要怎樣怎樣 這個Jub要怎樣怎樣 我是想不到其他東西 我是傳不到她叫我做的東西 是一個怎樣的東西 總之我就要做好它 還有你還要計算 雖然她說她計算給你 但你也自己 不斷地按一下計算機 可能頭一兩次 她說的數目也對 後來就相信她 不算了 每天轉帳的限額 有限制 轉帳給不認識的人 是的 你過不了她怎樣做 她會教你 教你怎樣做 你用哪間銀行 她就給你連結 叫你登入 然後教你這一部怎樣做 這一部怎樣做 加大一個銀行 這條銀行我不知道正不正常 是怎樣的 正常的匯豐銀行 但這條銀行不知為何 整個螢幕這麼大 我不知道可能她也會給你一些 釣魚網吧 沒理由騙到第一支 不騙多一點 應該都全部 有些什麼都拿來的 這條銀行是這樣的 長度 這條銀行真的是匯豐條銀行 還有你按進去之後 它上面有一個匯豐理財的APP 就是叫你下載的APP 所以它真的是匯豐條銀行 不過它就是 透過了很多搜尋的匯豐銀行 你是不斷地給錢給它 然後中間 不斷 它叫你截圖給它看 它又把那些東西圈著 就教你 然後再在電話上 不斷一直跟你說 所以真的很多資訊接收 覺得 我幫你收錢而已 你幹嘛搞那麼多東西要我煩 覺得很不耐煩 當你真的資訊爆炸的時候 你這個人是真的撈不到 而且你不能運動 而且你很想處理 你眼前的東西 你讓我先休息一下 你會有這種感覺 而且很煩躁 對 很煩躁 那時候女朋友有沒有阻止你 嘗試叫醒我 擔心我 我就覺得他很煩不理他 後來我直接進去廁所 關門 跟那個人說電話 我一邊說他一邊拍門 我就叫他 你不要煩我 你讓我先搞定 然後我出了去上天台 那個獻圖 他說 唉 我們現在先做一些正經的事 一些女兒的事 一會兒我和你一起解釋給他聽 經常都是這樣的 女人通常都是 在這樣的時間來搞搞震的 我很明白 他這個 那一刻會躁了女朋友的概念 就像我平時在做的 如果我媽媽不斷跟我說話 我就說你不要跟我說話 你等等先讓我做些事 我都會有一點點這樣 差不多過了五次錢給他 那裡多少錢 第一次是1500元 第二第三次都是5000多 6000多 然後第四第五次那些 就開始12500元 那我就說過了 好了 收到了 不好意思 你要過兩次 我說過兩次嗎 不是只是過一次嗎 你剛才說過一次 然後 喔 你聽不到嗎 我剛才跟他說過兩次 那我現在再跟他說一次 我明明跟你說了 你要過兩次給我才可以 你現在過了一次 又不行了 香港人最害怕就是這些 納粹 就像你貸品 你買東西賣得久 後面很多人排隊 那你就快點快點 那我又馬上過錢 就是你為什麼這麼慢 你快點行不行 我覺得戶口沒有了錢 真的沒有了錢 他還說真的只欠一次 你欠一次我們就搞定了 如果這次都不行 我就去銀行 拿現金給你 過來找你 他說到這樣 很有保證 聽到你 喂 你這個傻子那麼負責任 想著親自拿錢 拿現金過來給我 我剛才在這個off cam 你喝水的時候 我聽到你女朋友很大聲的投訴 就說你忘記了你當日是多麼真靈 你是罵他 你是兇他 你說你不要再扮我了 你女朋友剛才的演繹是這樣 我可以演繹回來 平時沒有出現過的情緒和脾氣 嗯 他說你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緒 真的沒有什麼怎麼試過 我個人比較樂觀 性格開朗 我通常不會發脾氣 很斯文 OK 最多是說髒話而已 不會很大聲罵他 呼呼學學 基本上不會出現 你們一起了多久 兩年多 兩年多都沒有試過這樣罵他 他應該覺得很害怕 你為什麼覺得很害怕 完全是你一做人 自己都害怕 你的內心那一刻會不會是覺得 這個好像我四年前認識過的一個女生 很難去交代 不是這些男女關係的事情 就好像你忙著工作上的事 你媽媽不斷煩你 你覺得你不要吵了 你讓我先搞定 就是這種狀態 做那些事很急 你是不想被人騷擾 你想快點處理好他 加上你又跟那個人在說電話 那個人又不斷在那裡慫恿你 你不要讓他知道 你一知道了 他又死我們都死的 這樣搞不定的 你快點找些沒有人的位置 我們先搞定了 你覺得他有沒有可能是有少少 心理暗示 或者甚至他可能說到有少少 催眠你 令到你這個人 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或者很暴躁 或者其實你自己都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現在回想你會不會覺得整件事很奇怪 整件事都很奇幻 很奇怪 好像夢遊一樣 整個過程 就是純粹聽那個人說 一步一步這樣做 想不到東西 最後一次沒了錢 我就說 喂 我真的沒有 我都拿了那麼多錢出來 不如你拿著一萬多千給我過著吧 反正你還是給我的東西 到時我就給你了 我個人是躁躁你的 給我那麼多錢出去 喂 我還拿一次錢才能拿回 我叫你幫我給一次激活的手續 這樣 都很合情合理 當然馬上耍你 不會讓你如遠如常 你有沒有日本銀行戶口 我只得日本銀行戶口 還有一萬多港幣 應該是可以過的 如果你有日本戶口 我可以過給你的 如果你沒有 真的沒有辦法 當然不能幫你 還有我們這些錢 我們是不可以干涉的 我們不可以自己 私人拿些錢出來 那那一刻就好了 那自己想辦法 其實可能 人們會說 喂 這麼厲害 你給了這麼多次錢 還給嗎 就是因為你給了這麼多次錢 回到最後一次 聽說最後一次 就能拿回 那你當然想給自己 拿回自己應得的錢 喂 那些 我不是貪你那些 本來那些錢是我自己的 那他又實牙實恥說到 如果今次最後一次都不行 我就立即去問會計 去銀行那裡拿錢 拿現金給你 但其實你那天是星期日 拿什麼東西 那最後一次你是給不到 還是你也是給 給不到的 我不是說我是天台的 我自己一個人的 我不知道哪裏 還有最後的一萬二千五 我當然是近近地 問自己的女兒拿 喂 借住先來吧 不是一萬幾千都托我手肘 我發了WhatsApp給她 她不回應我 那我就下去了 她一聽到我說要問她借錢 她還瘋了我 馬上發脾氣 還搶了我電話 你跟誰在談電話 你被人騙了傻仔 我那時候 喂 我當然不相信你了 我被人騙 我這麼聰明 怎麼會被人騙 她現在的樣子 你也罵我那一刻 那一刻真的不覺得自己被人騙 整件事太真實了 你還有沒有繼續說服她借錢給你 我有 但她不聽我說 然後怎樣發脾氣 吵 吵起上來 簡直是發最大的脾氣一次 從來都沒有試過 從出生到現在 我都五隻手指數得了 發脾氣 真的很少 很大聲呼呼 學學 你不要搞我 你知不知道很大件事 你聽別人說什麼 即是學她 你讓我出去 你讓我下去按錢 我說我沒有錢 那個傻仔還叫我 你有沒有信用卡 按下 credit出來 很簡單 找一部跪完機 按就可以了 拿下去 我就說我要下樓 她不借給我 我下樓 她搶了我的電話 不讓我下去 然後又哭又貴 我都不理她 我無動於衷 那一刻沒有感覺 直成看到這些事 我只是想拿錢 我才哄你 到時才請你吃好東西 很容易哄你 因為我剛才聽你的朋友說 就是很嚴重的 就是說你完全沒有尊重過她 你有沒有印象你自己是做過什麼 我沒有對她做過什麼 但是我會自己類似自殘的方法 例如呢 電話那邊又迫我 自己的女兒又阻止你做這件事 那一刻我真的覺得很頭痛 我就對著牆壁一頭撞下去 你是不斷撞還是撞了 撞一下吧 但是很大力地撞下去 打牆壁那些基本操作 有沒有扔東西 我扔東西沒有 那些東西太貴了 扔爛了沒有錢買 OK 那你撞牆壁 然後你女朋友有沒有嚇到 她當然嚇到腳都軟了 那她有沒有做什麼 哭著這樣 說你相信我吧 她真的騙你的 但是聽不入耳的 那個狀態 所以你最後也是拋下了她 然後你就撞到她 沒有沒有 然後她搶了我的電話 她自己換衣服 我說你要去哪裡 你不要搞 然後她就自己一直衝下樓 我就跟著她下去 她一下去馬上截的士 就說要去警署報案 我電話都在你手上了 我還可以去哪裡 我跟她一起去 去到警署那一刻 我女兒跟警署報案 說有這件事 警署說騙人 我也不相信 真的不相信 我覺得這件事是真的 沒有理由 我當然要被人騙 沒有理由的 我錯戀情人就是我老公 你不覺得這件事 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因為你一開始 是想著幫她 可能捐了一些錢 或者一個人好像很慘 沒有人在外地 然後你又可能自己 懷疑自己 可能跟她一場相識 那你又想幫她 但去到你開始付錢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有些 捏著在對方手上 你就很想完成這件事 是啊 然後阿sir跟你說 騙人的 你都還沒醒覺 不相信的 怎會相信呢 你說你女朋友搶了你的電話 那個電話是否在繼續 即是那個騙徒 一直在說 即是一直都沒有剪線 不小心剪線 他都馬上打給你 OK 那你女朋友有沒有跟騙徒對話 有 他罵他 但那個傢伙 繼續維持自己的 繼續說回他劇本要說的 他不停地跟你說 沒有The Air 過 很厲害的 完全不會讓你空位說話 就算你說話 他都繼續說 他不會理會你說什麼 他繼續說回他的 那他去到警察之後 警察面前 他還是還沒收線 還沒收線 他繼續說 那他有沒有跟警察對話 電話上 沒有 那警察做過什麼 用一個皮蛇眼光看著我 收線 你不打算他還給你 別傻了 你不用說了 沒有東西都要說了 你再說 又是給他機會 問你拿錢 可能我常知道 這件事一定是壓人 是的 我們這些很小的 但那個電話號碼 是香港電話號碼 是香港號碼 沒有加852 蛤 那你們報案之後 一直都沒有剪線 到什麼時候才剪線 其實報案的時候 那個警察叫我剪線 我們剪線 因為不剪線 寫不了東西 交代不了這件事 去到那一刻才剪線 當然那個心 僅僅於懷 我還在掛 我欠一次錢 我已經完成所有東西了 你為什麼要帶我來警署 那你從哪一刻開始 有一點開始 真的覺得 糟了 我是不是真的被人 報案後 他就說要等CID幫我下口供 都等了很久 等的過程去吃點東西 吃東西的時候 都不太覺得 到CID下口供 基本上差不多下完 我才覺得 是否真的被人動了 你有沒有打電話給片徒 我想問問 我不夠膽 你有沒有打電話給我 我求求你給我一點錢 你有沒有想過這樣做 想是有想的 但我真的很害怕 我再打電話給他 他又找另一些籌口 又叫課金 我搞不定 我也知道 我第一次都衰在你手上 第二次都很難走 你有時清醒的時候 你都可能會被他騙 何況你那時不是那麼清醒 還入戲的時候 被他的回家口供 哄到你 那到現在的事情 都是無後續的 翌日都有打電話給我 一直打電話給我 你有沒有聽 我不夠膽聽 有沒有給你女朋友聽 我也不夠膽給她聽 我怕又會有什麼意外 還有看到我的電話響 那一刻突然慌了 又找我 什麼事 很害怕 我會 有PTSD 應該有 我的紫皮心 不是玻璃心 那都聽完你 說了那麼多 你自身之中的經歷和感覺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女朋友的感覺多一點 因為剛才我們一路說的時候 女朋友不斷在旁邊 你不是這樣的 其實你不是這樣的 你第三者看這件事 是不同一點的 所以我想知道 女朋友看著她 無緣無故變成這樣 然後你是有什麼感覺 她當時完全是 另一個人 有穿了摩 整個人 脾氣 語氣 都不是她平時 比較溫柔的聲音 而且以我所知 她的性格 應該不會有這種狀態出現 一個溫馴的人 突然變成一個 好像會家暴的人 有一下我真的以為她會打我 就是她撞到牆壁之後 她的情緒是暴躁到 我以為她真的會想動手 我都會很害怕 對 真的很恐怖 真靈 你不要妨礙我 我覺得她現在想不回 你算是很快地 感受到這件事的問題 你在哪個時刻 你會知道這件事 她平時說電話 都會有一些 比較生疏的朋友 就算生疏的朋友 都不會去到說 我不知道 我想不起 我不記得 聽到她開始說這些話 我就覺得電話很古怪 一直都在想 是什麼朋友打給她 開始聽到有些 戶口 銀碼的時候 我就開始走過去問她 誰打給你 那時候我想她聊了電話 頭十五分鐘左右 已經開始有些 很暴躁 不耐煩 就說你走開 你不要煩我 我在做事 發完這個脾氣 就衝進廁所 在廁所 我又聽到她說錢 銀碼的時候 我立刻拍開門 我說你出來 你在說這些什麼電話 不管我在裡面繼續說 說了也有十分鐘左右 原來她在廁所裡面 就過了兩筆數 連她在床上過了第一次錢 我也不知道 她出來之後 我就說 什麼電話來的 你收線啊 你立刻跟我收線 她就說 你不要吵了 不能說給你聽的 我覺得電話有古怪 你有沒有錄音啊 她說 錄音的了 很猙瘋的 最後隔了兩三天 我再問她是否真的有錄音 她才告訴我 原來是指對方在錄音 但在你心目中 其實她本身是否是一個以握的人 你們都一起了兩年 清醒的時間下 就應該不會發生這些事 不是睡覺朦朦朦朦朦的情況下 我想說了頭五六句 應該都會收線的了 你不可能會回答 我不記得 我不知道 答這麼多次這些說話 那你從哪一刻開始 你真的覺得 你會覺得很害怕 她天吐露回來之後 她的樣子已經去到 真是真寧了 讓我覺得她說的電話 是牽涉到家人的生命 媽媽被人不協持住 你也很勇敢 你搶了她的電話 然後你要跑到街上報警 其實當下的心情是怎樣 我搶完電話就爽罵了 去到在的士上 我搶了她的電話 我在的士上載 我才知道 當時還未正式計算 我只知道有12500 還有 頭了幾次幾千元 去到警署 我才正式知道 過了70萬元 你當下的反應是怎樣的 其實都沒得想什麼 我只是想 他什麼時候會變回清醒 因為他在警署的樣子 都是朦朦朦朦朦的樣子 就算警察跟他說 你被人騙 他的樣子都是呆著呆著的 不相信的 你到那一刻 你有沒有怪責他 或者你擔心他多一點 擔心他多一點 完全沒想到怪責 其實到現在都覺得不是要怪責他 太接近我的人生故事了 剛巧四年前 沒有拍拖 真的有玩過Apps 跟女生好聊 真的有機會 因為當時沒有那麼多時間 讓你想 可能是到最後 你知道被人騙了 你才會想起 其實如果跟女生好聊 那一早就約了他出來 沒理由不約 落完口供 在街上的樣子 都不是很清醒 我看上去 就跟平時有少許分別 回家就坐在梳化上 他就在發牛鬥 很睏的 經常打哭路 想睡覺 但他不知為何不肯睡 可能在想事情 直到坐到差不多零三點 他就突然間開始 開口肯跟我說回今天的事 就開始很正常的跟我說 我今天聽了個電話 那個電話裡面 那個人怎樣跟他說話 中間的過程 那一刻才肯跟我說 其實只是可以安慰他 被人騙 其實已經很傷 你再掛炸他都沒用 那他自己都是 受害者 都已經很失落的了 其實唯一的方法 都是跟他說沒事的 就是平復回他的心情 還有中間因為知道騙徒 有機會拿到他的戶口 帳戶和密碼 還有曾經叫他 申請過一個網上銀行 提供過身份證 地址證明 還有面容辨識 作為身邊人 就應該要冷靜點 幫他想有什麼要處理 要提醒他要改密碼 停銀行 咳卡 咳卡 最重要是打上銀行 你要跟銀行說 你被人詐騙 銀行會幫你停了一個網上銀行 他也會即時追蹤 其實總共在那段時間內 你過了多少次錢 以及過了總共多少錢給他 我總共轉賬了8次 總數是75750元 謝謝你 這個數字很清楚 我每說一個數字 我的心都在痛一下 對不起 尊重你75750元 很痛苦 總之拍這條片給大家 除了分享這個父親的故事 都提醒大家 要小心 我認真覺得 當你思考不到的時候 不要思考 切線 然後等你清晰一點 你才聽到電話 又不是真的急到這樣 真的停一停 想一想 如果真是緊急的電話 他肯定會再打幾次給你 你也不用怕有什麼法律責任 如果他真的急 肯定會再打幾次給你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是 很老套的 告訴信任的人知道 但其實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多一個人 是多一個腦子幫你思考 幫你思考你不合理 提醒大家 我想問你多少歲 小弟今年方寧三十 方寧三十歲 今年一個 他替方剛的少爺 都被人騙了75750元 真的提醒大家小心 不要經常懶惰 不要懷著心情 我怎會被人騙 我我 這麼懶惰 真的 真的猜不到 總之有保密協議 多數都動盪 我覺得防不勝防 但大家都要小心 這條片就到這裏 我們下條片再見 多謝虎主 我們拜拜